噪音的危害 搬来这个新地方 我发现居然噪音离我们这么的近 但是很多楼房都是建在高架桥的边上 或者是路的边上 尤其这个路还是差不多80公里的这种路 就是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还有大车 当它一走过的时候 喀喀喀喀喀 声音特别的明显 我刚开始住在这的时候特别不习惯 噪音是一直在你边上 没有停过 然后还有因为我这个房子是一个顶楼 所以它有时候楼顶的那个排烟的那个通膜管道 会有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然后每天到晚上10点它才会关 我们日常生活中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噪音 很多的噪音我们是非常敏感的 譬如汽车鸣笛的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听到汽车鸣笛了 当汽车鸣笛的时候 那个声音会真的会刺得你 真的非常的难受 其实这种难受就是我们本能对噪音的一个反应 噪音它其实就是声波嘛 那声波它都是震动 它都会影响我们身体里的所有的震动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频率的 就是都是在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频率震动中在走的 我们的频率是什么样子 代表了我们身体状况是什么样子 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再来讨论 我们所有身体受到这些震动以后 它都会或多或少影响我们身体里原有的这种震动的存在 所以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有影响的 譬如很多人说 噢噢噢噢噢这种低频的声音是会 多发出这种低频的声音是会帮助你身体恢复的 是会有助于身体的 但是有一些声音它是会伤害我们身体的 比如很多那种高频刺耳尖叫 当你听到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声音的时候 说明它真的就会伤害你 它真的就会让你不舒服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一个剧多部的后面 它白天很多时候还有晚上 它都会放那种音乐就是那种舞池嘛 就是其实就有点像现在的广场舞 就是一直会有一个音乐在跳舞 在我好像从小就已经习惯你被这种音乐包围着 就是我脑海中就记得 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在洗澡泡在盆子里洗澡的时候 我就听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用这种歌就一直伴随我长大感觉就是 就是感觉你的生命中就充斥着很多这种声音 虽然有些声音可能我们都会说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声音了 听不见了 就像如果你真的是住在火车铁轨的边上 或者是地铁的边上的时候 你会说我已经听不到这声音了 我已经习惯了 并不是说你已经习惯了 它其实每天都在影响你的身体 只是你听觉系统已经遭到破坏了 你认为你已经习惯这声音听不到它 其实它一直都在 它一直都在损害你的身体 当你很专心的在做一件事的时候 突然你听到一个声音 你就你的思路就被这个声音给吸走了 就被它打断了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 包括睡觉 昨天我们讲睡觉要完全放松 不管是身体的放松 还是心灵的放松 就是放空嘛 就是全都放松放空 你才可以真正的进入很好的一个睡眠状态 然后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噪音 而且它还是 不管它是循环的也好 还是随机的噪音也好 它都会把你的 或多或少把你的思维 吸到它那边去 你就会一直听见它 为什么我们说有噪音的时候 我们很难进入一个很好的睡眠状态 就是它打断了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物中 一个生命周期 一个我们身体原本的振动 它对我们的损害真的是非常大 只不过我们现在就是 根本没有人在想这事 我们都说空气污染 显而易见的东西 我们就觉得空气污染 这个我们现在开始重视了 然后水污染 这些我们都开始慢慢重视 土壤污染 我们都开始慢慢重视 塑料这种回收物这种 但是我们现在比较少重视的是噪音 你像我们的路面 它的那个轮胎的那个噪 胎噪声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很多小区边上的这种高速路 它都没有设置这个隔音栏啊 这些这些减少噪音的这种这种装置 当然了有的很很像古北区 这种有钱的区域附近 或者政府办公区域 它通常都会有这种隔音的隔音的 那个设备隔音的装置 它真的会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 包括一些心理疾病啊精神疾病 包括一些身体气质性的疾病 其实很多都是跟噪音有关系的 只是我们没有把它们画等号而已 你想一想这些让你难受的东西 让你烦躁的东西 让你不舒服的东西 它就会久而久之 让你产生一些气质性的问题 或者精神上的问题 包括那些路面上讲话非常大声的人 地铁上手机公放听歌的人 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开始注意了 就是公共场合 希望大家可以说话 声音小一点 你只要你说话的那个人 可以听到就好了 不要再让你更多 你周围的人也听到你 这些高谈破论的东西 包括你用手机公放在路上 打电话的这些人 听歌的这些人 广场舞那大喇叭 拿那个恨不得半人高的那音响 在放音乐的那些人 台湾其实在很早的时候 70年代左右 在那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区域 就是如果是以上海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比如说 徐惠区的那个车水马龙 最热闹的地方叫西门町 然后我们在西门町呢 就有一个分贝机 然后它就会显示 比如说现在的声音是80多 然后它就会自己会出现 它会一直一直跳 比如你现在有人按喇叭嘛 它声音就往上升 然后没有人按喇叭 它就会慢慢下降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坐公车 经过那边嘛 然后我就觉得 那个数字就会一直跳 它其实就是一个警示作用 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 你就会发现 我从我小的时候 看到80多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有90 一直到后来70几 甚至到后来60几 就一直下降一直下降 到后来就是 等到我们那个西门町那一带的 那个建筑 全部都改变了 那个分贝机也拆掉了 然后自然而来声音也都不会有了 不过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做那种物理实验一样 我们会有个机器在旁边去录制你现在所做的这个生物实验 久了之后这些所有的东西似乎都会受到影响 都会受到这个监视器的影响 然后慢慢慢慢的所有的东西呢就会自然而来的自己好像就会有这个 会产生会跟这个东西产生一种效应 然后慢慢的我们真的就是噪音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到后来大家现在就已经习惯了这种 不会去制造噪音的生活 那因为尤其是在那种繁华的地方 是你真的很难避免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那个机器在那边好几年 最起码也有个 只有个30年左右 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有这个提示噪音分贝数的LED的屏幕 更加文明的城市 他们都会很重视这个噪音污染的 在公共场所说话声音确实非常小 就是他们就是不习惯去来干扰别人的生活 其实这一个是文明的表现 一个是确实噪音会对人产生特别特别不好的影响 就我刚开始住在这个房子里 刚开始那几天还没有习惯这些 没有习惯这些路面的噪音啊 这些噪音的时候 我会非常的烦躁 就是听见那个隐隐约约 听见楼顶上那个风机嗡嗡嗡的声音 还有交通这个声音的时候 我会人整个人非常非常的不好 非常的脾气不好 暴躁 这些都是跟睡不好觉是一样的 就是他会他久而久之 这种不好的情绪久而久之 他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就是不管是你让你生病也好 让你精神上出问题也好 所以可以听到现在马路上 这个疯狂按喇叭的这些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